看一下这个果肉 忙了一个上午 来看一下这个米油桃的评价 我们这个米油桃上架一个星期 差不多卖出了1万单左右 然后回购率也是很高的 大家的评价也非常的好 过来看一下 大家看一下这个评价 都说好的 你们看一下 这个朋友一个人就买了四箱 分量可以新鲜度很甜 小孩子很喜欢吃 口感拿到手就吃了好几个 非常的甜 卖了这么多 只有四个插瓶 有个朋友说口感收到货了 熟透了而且烂了 这种情况呢 我们都是包培的 所以说大家第一时间 联系我们的店铺客服 我们都是烂过包培的 不能让大家吃亏哦 下面有个朋友说 这个果子大小不一 其实这个果子呢 我们都是有一定的规格 比如说八十克到一百克之间 那么有的是八十克 有的是一百克 八十克呢 肯定会比一百克的 看上去比较小 但是其实呢 这两个果都是在规格内 希望大家可以理解 因为生鲜嘛 做不到很标准 它都是大小不一的 但是呢 都是在规格之内哦 还有一位朋友说 没有视频里面说的那么好 现在根本吃不了 还是生的 都没熟 失望 我相信这位朋友肯定是第一次买米油桃 大家都知道 米油桃呢 它是厚熟的水果 熟了之后是不能快递的 快递过去呢 全部烂了 变成一滩水了 所以说 我们发米油桃的时候 必须是硬的给大家发出来 大家买回去呢 稍微催熟一下 或者等它自然成熟 就可以吃了 大家来看一下 我们买回来的米油桃 这个是24枚的大果 这个是30枚的中果 这个米油桃 我们收到手里面 它也是生的哦 我们想吃快点的话 放在这个泡沫箱里面 里面放几个香蕉 吹一下 它就熟得很快了 这个方法很简单 大家也可以学起来哦 这一箱的话 是我昨天下午吹熟的 我们找一下 用手捏一下 它变软了 就可以吃了 马上剥开一个 大家看一下 这个皮很薄 赶紧咬一口了 看一下这个果肉 黄绿色的 咬一口 纯齿留香 香甜软糯 而且水分也很饱满 没有吃过徐香米油桃的朋友们 真的可以品尝一下哦 这个徐香米油桃 大家吃了一个 真的是忘不了的 有朋友 买这个徐香的大果回去之后 给秋子发信息说 秋子这个也配叫大果嘛 其实呢 这个米油桃啊 这个徐香米油桃呢 它的个头只有这么大 它跟其他的品种 是没有办法去比较的 再加上今年的雨水 不是很充足 所以说米油桃的个头 普遍偏小 希望大家也可以理解哦 没说动了 妈 我妈 昨天熟的 一下子就吃完了 我们昨天又催了一个晚上 现在呢 要把炊熟的给我外婆送过去 嗯 香啊 好甜 一个就吃两口 还要不要 很多朋友都在纠结 我是买中果 买大果 还是特大果呢 其实呢 自己吃的话 买个中国大果就够了 中国的个数要多一点 而且呢 大小干合适 一个两口就吃完了 然后再给我外婆 拿一袋苹果下去 这苹果放了几天了 应该是刚好好吃了 你还没有吃得点 你还没有吃得点 我妈也就妈 你还没有吃得点 你还要吃得点 要吃得点 听个 你还要吃得点 自己弄的 哈哈哈哈 我自己弄了 我突然弄自己弄 哈哈哈 我说这就一个月 三个月 三个月掉了几十斤了 14斤 掉了14斤 肚子都没了 一个月就起来10斤了 哈哈哈哈 长得还快 三月就掉了14斤 一个月又长了10斤 快点 快点 一定会不会这样的 对 不论什么的妈呢 好了 要这样的边缴,落了来干啥 不可以泥,瑞瑞瑞 是对的